他如果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第一个孩子发生不幸 他如果就警觉 他也是孩子的爸爸 他就警觉了 后面会有那么多孩子出事吗 所以我才会讲说 他们这些都不作为犯 我们法学教授在这里 对于犯罪结果之发生 有防止义务 有作为的防止义务 而不作为 他的行为跟作为犯 是一模一样的 就像说杀人 我告诉你 有的人要杀人 他不一定要自己去杀人 我昨天已经举了 那个例子给大家听了 当然对医生比较不好意思 我是用医生举例 大家容易听得懂 当一个人受了伤到急诊室 医生一看那个人说 这是我以前的情敌 所以我不救他 请问医生有没有杀人 没有 医生什么事都没做 他什么事都没做 可是他不作为 等同作为 为什么 因为他有救人的义务 这是医师法规定的 你有救人的义务而不救 这个时候就等同杀人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评价 所以我们有法律上 我不作为犯 原因就是这样子 这些教育局 社会局 他不作为让性侵继续发生 这些人应该一送法办 真的我觉得心里非常难过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我很难想象说今天有这么多的孩子 而且明明是在第一个时间 其实是可以避免后面的人继续受害的 竟然如此的不作为 那这中间又涉及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在2022年当时就是发生这些案件 所以我们后来发现在幼儿园里面的监视器 他的备份跟他的保存时间是不够的 所以后来民进党非常负责 我们在立院就提这个要有卫福的监管云 就是幼儿园你如果拍摄到的画面 你必须要上传云端备份 不然每个都跟你讲说 不好意思我没拍到 或者是说 不好意思我因为镜头歪掉了 所以我只有拍到角落 所以这些东西都后来没有办法 让这个刑事侦查或者是刑事的惩戒 这个也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林月琴要处理的 国民党也没做啊 没有而且他还投反 徐晓晋你不是立委吗 而且还投反对票 王鸿威还反对 王鸿威还反对 挣挣钱还落袍 所以换句话讲 徐晓晋在帮忙这个幼儿园 人家家长怀疑他要帮助幼儿园 因为他找律师在帮助幼儿园 律师在帮幼儿园讲话 那时候连长妈妈还要告家长 连长妈妈要告家长 然后那个要告家长 然后跟家长在吵架 那个律师是那个徐晓晋找的 现在王鸿威又反对这些 把相关的资料 上传云端 上传云端来监视这些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不可置信 就是小朋友因为他没有办法 很清楚的表述 然后他们对于性这件事情 又没有这么强烈的认知 所以你的各方面的物证就非常重要 这是为什么要有些管云的关系 所以杰明怎么来看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当然就讲话来说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 对他的一个个人羞辱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最关键点 就是教育局的副局长 这个教育局副局长 他其实横跨了柯市府 一直到讲市府 他是最清楚整个事情来龙去脉的一个人 那我们知道在上礼拜的时候 这位副局长还说一句话说 小孩子说的话可能不见得是真的 我们会不会变成是诬告 这样的事情说出来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讯号 是他基本上完全抿灭 他自己该做的位置 所以他是在替幼儿园讲话 怀疑小朋友诬告 是 这种的副教育局长 哎呀 蔣万安你可以叫他下台了 对到目前为止蔣万对这个副局长 他并没有做任何态度 他只说他要负担责任 请问蔣万你负担什么责任吗 你是要负担你要下台吗 其实我们知道最简单一件事情是 包括我们说社会局的这个防治中心 还有包括教育局副局长 都已经被点名 这两个单位是最关键的 那回头一件事情 那要去调查一下 到底徐巧新为什么会跟园长联系 虽然没有说那在柯市府时代 但现在的情况下 那请问一下是不是还是持续 跟园长来做联系呢 而且可归咎于他的事情是 当这位姓毛的被羁押的时候 为什么在八月份 他们七月份还可以召开 这个招生委员的这件事情 这里面相关人等 难道不需要一一来做清算吗 所以我简单一句话 蔣万对这件事情 他是以拖待变 就跟凯凯案一样 就是想以拖待变 所以 无能 蔣万真的无能 不但无能 而且有涉嫌押案的 吃掉案件的嫌疑 否则台北市政府 为何可以毫不作为 让这个案子 就只出现在公文往返上 时间一拖再拖 而且没有做处理 公文往返来最离谱 是一个公文竟然 二十几天才回复 对 公文给你二十几天才说他收到 靠靠 这样 所以到最后没有处理 这俨然就是市府直接吃案 然后蔣万安到现在为止说 我们要提精进计划 然后问他说 那什么时候要完成你的精进计划 这个我们还在讨论 还在讨论 对 所以他根本不能坐在市长的位置上面 哇